等了这么长时间 AME的新一代旗舰显卡终于是问世了 RX7900XT和RX7900XTX 这两张显卡一发布就是剑指4080 发布会上的造势都是让我们觉得 这个一定是一张比老黄强得多 但价格还更便宜的良心旗舰卡 然而 当我测完这两位之后 发现这个情况大概和各位想的不太一样 应该说RX7900XT和RX7900XTX 是两张非常平庸的显卡 甚至很难说和老黄的4080比谁才更坑爹 哎呀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一起来看看视频吧 这次我们拿到的是两张非公版的显卡 来自蓝宝石的RX7900XT超白金 和RX7900XT白金版 散热这一块蓝宝的非公 肯定是要比公版更夸张的 但至少这一张白金版的RX7900XTX 和NV那边的庞然大物比起来还算是正常 和公版一样都是2.5槽的厚度 标准长度 越尖越的也不算太离谱吧 应该说和40系的N卡比起来 这次的A卡至少还有不那么肥胖的可选吧 这个机箱兼容性上确实要更友好一点 相比之下超白金这一张就跟N卡一样夸张了 散热器庞大得很 大会儿实测游戏的时候 你就会看到它惊人的散热表现了 这次A卡相比N卡的一个很大的不同 就是它没有采用新的16PIN供电接口 而是沿用了传统的38PIN接口 放在现在这个40系烧接口的节骨眼上 这美转还算是一个优点的 另外就是全系配备了DP2.1 当然现阶段还没有什么卵用 毕竟没有任何显示设备支持DP2.1 就留着站位来吧 只是很可惜非公版的A卡上 并没有广受好评的Type-C接口 这个在公版上倒是有提供 当然了 对于7900XTX来说 我更关心的还是它的内在 所以我们还是直接把它拆开来看看吧 蓝宝石这张白金版的PCB 基本上就是基于公版去做的修改 应该说好不容易 咱们终于见到了一张正常大小的PCB了 见过太多庞然大物了 这个上面有17项的核心供电 MP2857方案 拿来带一个400W以下的显卡 肯定是完全够用了 中间这颗Navi31核心 便是我们今天的重点了 这是第一款使用了RDNA3的新架构的GPU GPU核心的制程也从台积电7nm进化到5nm 应该说它整个封装的长相 还是和以往挺不一样的 如果光是看规格的话 这颗新的Navi31核心 相较于上一代 其实并没有像隔壁NV那样 在规格上有很大的提升 流出铝器数量仅仅从上一代的5120个增加到了6144个 只增加了20%的规模感觉还是有点不够劲爆啊 不过和核心规模的小幅提升相比呢 反而是显存规格有了比较大的升级 XTX从上一代的256位直接提升到了384位的位宽 显存带宽提升超过了50% XT则是小燕一刀给到了320位的位宽 更大的显存带宽估计4K性能也可以期待一下了 与此同时XTX的显存容量也顺势升级到了24G超大显存 XT也同样给到了20G 再也不用担心爆显存了 具体到架构层面上 Navi31核心也是有一些新东西的 首先这应该是第一颗Chiplet GPU 你看到核心周围的这一圈小心翼了吗? 这个可不是HBM显存啊 这是AMD用上了Ryzen处理器的经验 把显存控制器和无线缓存 这两个对制程不太敏感的模块 用IF总线连接在核心以外 叫做MCD 而传统的核心部分叫做GCD 这样一来就可以用相对便宜一些的6nm工艺制造这一部分了 但实际上由于显存未宽的增加 这次无线缓存比起上一代反而是有所减小了 从128Mbps减小到了96Mbps 但L2和L1缓存又相应的有所增大 整体的缓存性能应该是略有提升的 RDNA3的另外一个重要改进就是光追单元了 毕竟上一代Navi21的光追单元多少有点赶鸭子上架的意思 这一代是增加了更多的光追单元 提升了光追单元的效率和频率 AMD官方表示最多可以提升80%的光追性能 待会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它的实际光追表现到底如何 除了这些以外 RDNA3还带来了DP2.1的原生支持和AV1的硬件编解码等功能 但总体来说RDNA3并不算是革命性的一代而是稳中求进吧 应该说这次A卡在架构上的改进还是比较有限的 那么落实到性能上到底能比上一代强多少呢? 能不能打得过老黄的4080甚至4090呢? 我们也别多废话了 直接来看看测试结果吧 为了和之前的数据继续做对比 测试搭配的CPU游戏部分 我们还是继续沿用了超频的12900K来测试 后面测涉产力的时候再换成13900K 测试中我们也会对比3090Ti 4080和4090三张N卡 也会对比上一代AMD旗舰水冷的6950XT 那我们首先还是来跑一下分毫了 3DMark的Time Spy图形分 7900XTX大概是30600分 将将打赢4080 而7900XT就比较惨了 只有26800分左右 说实话 XT这一刀烟的有点太狠了 这都没有比XT差便宜多少呢? 你差这么多信呢? 合着是跟老黄学的价格锚点是吧? 再来跑一下负载更大的4K Time Spy Extreme 这下两张A卡的表现倒是比2K负载下更好了 7900XT的跑分可以接近4080了 7900XTX则是可以进一步领先 这个性能倒是还可以啊 希望实际游戏中也能有这样的发挥吧 跑到这个分的情况下功耗怎么样呢? 我们还是直接从PCIe加供电接口从外部补取功耗 上一代显卡老黄受到三星工艺拖累 AMD随便在能销上爆杀 这次老黄也用回台积电之后呢 AMD就没啥优势了 7900XT的功耗已经高于4080了 7900XTX则是跑到了接近380W 当然有一说一 这个能销也不算太差吧 至少也是比上一代略有进步了啊 但是考虑到这代卡其实又换了架构又换了制程 那这其中有多少是来自于5nm的工艺提升呢? 似乎RDNA3本身的能销进步并没有我们预想中来的大 我们还跑了光追测试Port Royal 这个表现就比较惨了 7900XT的光追性能甚至没有打过上一代的3090Ti 7900XT的光追也仅仅是略强于3090Ti的水平 跟40G卡根本就没法比了 行啊 这个跑缝还是徒一了 关键肯定还是要看实际游戏的表现 那我们首先就来跑一下向来很热门的竞技游戏Apex好了 结果这新A卡一上来就给了我们一个下马位啊 2K分辨率下 7900XT插完Apex败给了4080 7900XT甚至还不如自家上一代的6950XT啊 虽然说我们测试用的6950XT是个水冷卡 确实是比较猛啊 但你的新卡毫无优势也真的不至于吧 这有点丢人了 分辨率来到4K下之后 7900XT的表现要略好一些了 4K下的Apex可以跑上120帧 稍强于上一代的6950XT 但是两张新A卡仍然是输给了4080 4090就更不用想了 没想到这一上来就让人有点失望 那其他游戏的表现会不会稍微好一点呢? 塔科夫这里2K分辨率下是受到CPU瓶颈的影响 显卡跑不出差距 而到了4K下总算是可以对比了 7900XTX仍然是延续了Apex里不够理想的结果 塔科夫也是一帧稀败4080 7900XT这一次倒是比6950XT强一点了 4K能够跑到84帧 但仍然是没有打过3090Ti啊 这个游戏应该说N卡是具有一些优势的 第三个竞技游戏我们玩了COD19 也就是战区2 没想到刚刚两个游戏里如此拉垮的A卡 在COD里终于打赢N卡了 而且领先幅度居然非常之大 就连7900XT都能打赢4080啊 7900XTX甚至追进了4090啊 哎呀这个表现真的相当不错啊 这才是我们之前期待的A卡的性能 如果说每个游戏里7000系都能发挥成这样 那就太好了 可惜可惜我剧透一下 这个已经是7000系的巅峰表现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又跑了一些3A大作 比如刚刚拿下年度游戏的爱尔登法环 在2K分辨率下老头环仍然是CPU瓶颈 帧率都是一样的 而分辨率上到4K之后呢 A卡又毫不意外地回到了之前颓废的状态了 7900XT将将打平3090Ti 即便是7900XTX也未能打过4080 好在优化不错的战神当中 A卡稍微挽回一些颜面 2K分辨率下7900XTX的表现强过了4080 而7900XT也不赖 相比上一代的两张卡都有显著的提升 到了4K下7900XTX差不多是打平4080了 应该说A卡在战神中的表现还是相对不错的 相比之下极限运速一平线5的情况就不太乐观了 一平线系列原本是毫无争议的A卡优势游戏 到了7000系这里 7900XT反而在2K下甚至没有打赢上一代的6950XT 7900XTX同样是不如4080 分辨率上到4K之后 7900XT才勉强干过了6950XT 此时的7900XT仍然是打不赢4080的 考虑到上一代的RDNA2显卡 在地平线里简直是堪称乱杀的 那这一代的颓势完全是让人大跌眼睛了 如果你觉得地平线这个表现已经够惨了 那你就错了 我们这次还测了刚刚推出的 第22部极品飞车星座 极品飞车不羁 在这个里面 2K分辨率下甚至连7900XTX都不如上一代的6950XT了 到了4K下 新的A卡仍然非常拉垮 即便勉强打赢6950XT也依然输给3090Ti 真的是丢人丢大了 不过我感觉这个更可能是驱动还没有针对这个游戏优化好 包括我们玩的过程中 两张RDNA3的新卡都出现了奇妙的花瓶现象 车身上是各种RGB光乱闪 有一说一 这个花瓶倒是跟这一座极品飞车的地下主题挺契合的 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是什么JTM改装件 或者还是什么游戏特效呢 是吧 接着我们也测了一下大表格2 2K分辨率下 两张7000系的表现仍然是非常平庸 相比NV4080毫无优势 到了4K下 AMD这边的表现倒是好一些了 7900XTX甚至是反超了4080 并且我们也注意到 A卡在这里的增生层时间上的表现 是要比N卡来得更稳定的 得益于显存大位宽的优势 这次的A卡普遍在4K分辨率下 发挥相对比2K要更好一点 这和NV以及上一代的A卡表现倒是有点不太一样的 看完光山化游戏 我们再来玩一些光追游戏看好了 像是最近刚推出的新作《木卫寺协议》 哎呀 这个游戏是优化奇差呀 图形压力巨大无比 更搞笑的是这明明是一个打着AMD logo的游戏 光山化下却是老黄的40系卡表现更好 这属实是奔不住了 但反而是在开了光追之后给AMD扳回一层 7900XTX的光追表现居然打平了4080 哇 这是相当了不起啊 感觉《木卫4》这个游戏在开了光追之后 反而是对A卡更友好一点 不过就以这个游戏的拉垮优化 4K下开光追 其实这些旗舰卡都根本跑不动 就连4090如果不开DLSS 也只能勉强达到平均60帧 哇 这个游戏大概是瞄准了PS6的硬件开发的吧 实在是无力吐槽了 另外一款让人无力吐槽的游戏 就是《赛博朋克2077》了 2077如果只是光山化的话 A卡的表现还算不错 7900XTX甚至可以匹敌4080了 但是一开光追就完全不行了 4K下7900XTX开完光追之后 甚至只剩下20帧了 这表现顶多就是个3080的水平 真的是烂到家了呀 因为我们跑到现在 如果你有仔细看录屏的话 可能你会发现 有不少游戏在同画之下 A卡的显存占用会比N卡来得更高 应该说N卡的显存压缩技术 在这些游戏里是起到作用了 对显存大小的需求会稍微小一点 好在并不是所有游戏都是A黑 像在《升华危机村庄》里面 7000系的表现就还不错 光山化下7900XTX甚至可以在4K分辨率大幅领先 4080了 哪怕开了光追之后也只是落后5% 这个表现还算是比较理想的 《杀手3》如果不开光追的话 7900XTX在2K下是略微落后4080 到了4K下就能显著的反超4080了 还算不错啊 然而开了光追之后 A卡就直接被N卡爆杀了 7900XTX甚至连3090Ti都干不过了 包括纯光追的地铁增强版也是如此 7000系输给了30系 那就更不用提40系卡了 综合算下来 7900XTX在4K分辨率下 哪怕是光山化的游戏 哪怕是N卡那边不开DLSS AMD也只是能够将将打平4080 7900XT更是差了408011%以上 如果是光追游戏 那7900XTX会比4080落后15% 很多游戏里都不比3090Ti强多少了 这个表现实在是过于普通了 我们再对比一下上一代的6950XT 光山化游戏 7900XTX居然只有27%的待机提升 要知道4090相比3090Ti 那可是提升了将近70%了 光追性能上AMD这次提升了42% 但这个也是建立在之前的光追根本没法用的基础上 这基础太低了 提升那么多 其实最后也就一个3090Ti的水平 你说你AMD这代卡又没降价 一样是卖7999 时隔两年才给这么点提升 实在是说不过去 更不要说国内首发原价根本没货 你这价格根本买不到 个别型号更是被奸商炒到了上万 你要是卖上万我还买个屁的A卡 你这么搞跟人家4080又有什么区别呢 你俩一样坑爹 更离谱的是这7900XT这张次旗舰 性能是淹到大洞卖上了 才比6950XT强了12%多 比7900XT差了13% 价格倒是没有比XT差便宜多少 一样要卖7499 当时的6800XT才卖5099呢 还没你这次淹的多呢 你这妥妥的谁买谁远种啊 如果说4080只值4999的话 那7900XT差这个表现顶多只个4499 7900XT这个能卖3999就了不起了 技术平庸 性能普通 价格自信 这两张新卡真的毫无诚意了 连臭打游戏都不行 那生产力就更不用说了 这个毕竟是A卡 大家都知道A卡是没有生产力的 不过我们还是努力挑了一些它能跑的专业软件看了一下 凡是只能用CUDA的软件 A卡肯定意料之中基本都跑不了 要不就是配置极为繁琐 业内没有人会用这种方案 像是深度学习 包括最近很火的Novo AI 这些就不用想了 A卡练单的体验 那堪比是给Switch装安卓跑Switch模拟器了 还有很多的3D渲染器也都不支持A卡 倒是Blender对A卡支持还可以 至少还算能用吧 但我们测下来效率上肯定是和N卡差远了 要耗费超过N卡4倍的时间才能渲染出来 要说A卡有没有什么优势场景 倒也有 比如像SPEC VIEW PERV的工业软件测试 A卡表现就很好 甚至像西门子NX这种项目是远远强于N卡的 究其原因是AME没有在这些工业软件里对专业卡和消费卡做出区分 你跑这些效率和Radeon Pro的专业显卡是一样的 而N卡只有Quadro才能满血跑这些项目 GeForce卡是刻意做了限制的 在这点上我觉得A卡算是比较良心的 比较让人意外的是 这次RDNA3在视频编码方面的效率倒是非常高 Media Encoder的编码效率甚至要远强于NV40线 这个就有点厉害了 可惜落实到实际工作流理之后 A卡在PR、AE还有达芬奇这些飞线编软件里的表现仍然是输给N卡的 这是因为视频后期并不仅仅是看一个编码速度的 你还要看你的预览势口的流畅度 这个是取决于加了特效之后 调色之后的性能 包括做时间变换 包括视频拉曲线 加速 这些也都需要用到显卡的性能 A卡在这个方面是比较菜的 你乍一看好像7900XT和40系其实差的也不远 甚至PR里面比起上一代至少有很大提升了 但是我给你放一下3060的成绩 再给你放一下英特尔独显A770的成绩 哎呀 这样看下来A卡还是任重而道远 更不用说 视频后期里有很多第三方插件都要求枯打加速 那这个就直接歇逼了 除此之外 我们也看了一下游戏开发方面 Unity的光照烘焙 A卡居然表现得非常不错 就连7900XT都能轻松打赢4090 但是到了虚幻5的Nanite试口测试 A卡就完全不行了 两张7000系甚至还不如6950XT帧数低了离谱 这个感觉更像是驱动没有优化好的样子 反正总的看下来 专业软件里面A卡也是有自己的优势所在的 但我觉得大家不选A卡 更多是因为你没法保证你的项目一定能用A卡跑得了 哪怕你在个别软件中取得了性能上的大幅领先 但如果你不能确保所有软件都至少能用的话 很多用户是不会考虑你的 这个领域里面 稳定性和兼容性比绝对性能要更加重要 所以我说A卡在专业软件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Cuda这个城墙并不是你想打就能轻松打通的 节目的最后我们也测试了一下超频 但是很可惜这代A卡几乎没有什么超频潜力可言 7900XTX的超频方法甚至可以说是极为古怪的 你必须先降低电压 然后降低最高频率 才能真正实现超频 不然如果你越往上超 跑分只会越跑越低 我们最终是超到了Time Spy 32000分出头的样子 高了5% 聊胜于无吧 测完这两个新A卡之后呢 我真的是内心毫无波澜啊 我觉得如果你一开始就知道这两个东西不行 又何必在当初的发布会上那样拉高大家的期待呢 搞得好像AMD是玩家的救世主一样 当初大家捧的有多高 现在摔的就有多惨啊 至于这两张卡吧 我觉得实在是愧对旗舰之名 咱们都在骂NV是这个定家鬼才 但是老黄好歹也确实做出了一张真旗舰4090出来啊 你这既不如人还想分一杯羹 那就别怪玩家不客气了啊 好了 如果你觉得这期视频做得不错的话 别忘了长按点赞 一切参联 也别忘了关注极宽这个频道 或者来我们的淘宝店极客万的店 看一看我们的各种周边 比如说这件衣服上面非常帅的处理器 对吧 那我们下次再见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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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